庆祝中美建交40周年 亲情中华海外华裔青少年书画大赛 洛杉矶颁奖礼 今天在尼克松博物馆隆重举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 副总领事戴双鸣 及乔务组组长汤长安 与巴琳达市市长Terry Campbell等出席了活动 组委会主席李红致欢迎词 为了这一文化公益活动所付出的努力 与会的组委会成员上台与来宾见面 并在台上拉起了 庆祝中美建交40周年的横幅 表达2019年新年一史 在尼克松博物馆举行书画比赛 颁奖典礼的历史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洛杉矶总领馆 副总领事戴双鸣代表总领馆发表讲话 他首先恭喜所有的小书画家们 在传承中华文化 在艺术创作上所取得的成绩 他说中美两国关系 对稳定亚太地区和繁荣 世界和平非常关键 当前中美两国关系 遇到了一些困难 但这只是前进道路上的一些曲折 现在的中美关系和40年前相比 不可同日而语 相信包括在座的各位侨胞们 朋友们的支持下 两国人民一定能克服 当前短时间的困难 将中美关系带入下一个 更加健康 成熟 稳定发展的40年 大会主席 世界著名画家丁绍光表示 非常感谢北京市侨连提供这个精神平台 14年来 世界上40几个国家 每两年都在举办海外华裔青少年书画比赛 洛杉矶是首次举办 我非常感动洛杉矶的这些热心公益的朋友们 自己出钱出力 把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出席颁奖典礼活动的 除了在本次赛区获得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的 不同年龄组的青少年儿童小画家外 还有参与比赛的美术培训学校 中文学校的老师和负责人 获奖的小艺术家们更得到 在尼克松白宫展览艺术品的机会 一些评委老师也共襄盛举 分别带来书画作品与大家分享 亲情中华 第七届世界华裔青少年书画大赛 洛杉矶赛区是北京市桥连 14年以来第一次在洛杉矶举办的活动 那么14年来 世界上有40几个国家 都是由当地的华人华侨 自己出资 出钱出力来承办的 那么这个活动呢 首先要感谢北京市桥连 为我们大家提供的这个精神平台 那么我们海外的华人华侨呢 就是说给自己的华人的第二代 在这儿呢 有一个提供展示才艺的机会 也就是说我们以中华文化为纽带 让我们海外的华人的子女们 继续热爱他们父母的这个中华文化 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而政治2019年呢 是个非常重要的年份 我们知道中美建交40周年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还有我们中国建国70周年 所以在这个历史的这个关键的时刻呢 我们大家都是这个历史的见证者 所以就这颁奖典礼就选在了 尼克松的博物馆的白宫来举行 我非常感谢我的朋友们 我们大家都是出钱出力 在此共襄胜举 谢谢各位 城市电视台记者 洛杉矶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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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